你们知道网上统计成年人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吗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当年没有好好学习 接下来说的这段话呢 正在上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们 请你们一定要听得进去 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 学习很重要 多少成年人在梦里边被惊醒 高考没考好 提到当年高考就不想回忆 孩子 当你体验过没有学历 只能去做苦工 做服务员 一战战一天的时候 不想干也无路可走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高考真的是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们 翻身的捷径 是抛开一切公平竞争的唯一机会 可能你现在觉得学习很累很辛苦 可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呀 虽然高考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 走上人生的巅峰 但它一定会决定你人生的底线 我可能要说一句有点极端的话 穷人家的孩子 你没有资格不努力学习 你要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赚钱供你读书的 可能你会说 我就是不想读书 我就是不爱学习呀 那也可以 那你就要承受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找女朋友的时候 他可能会嫌你没有钱 你找男朋友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嫌你学历不够高 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 好好学习 努力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你不喜欢周围的人和事情的时候 你有能力跳脱出来 把他们全部换掉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是英语Z老师 在这里给正在用功的学子们加油 更给那些为了孩子们学习进步的父母们去加油 加油